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初期 地鐵色狼无处遁形 看社会毒瘤如何被一网打尽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猎狼行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相信很多观众所在的城市都有地铁 这地铁方便是方便 可乘客也真的是多 不知道您有没有挤过地铁的早晚高峰 那场面有网友戏称 有的时候人下车了 邪没下车 可见地铁人流量之大 这人多对我们而言无非是极点 可是对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来说 却是违法的便利 为什么有个小伙子 他就在刚下地铁的时候被警察给抓了 怎么回事呢 下车了 您走 下车了 您走 您走 下车了 您走 下车了 您走 哎呦 别动 警察 早点 别动 警察 我再告诉你 别动 警察 别动 这黑男子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就像普通挤地铁上班的一样啊 为什么 这黑男子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别动 警察会找他啊 这还得从他那些诡异的行为举止说起 那会儿呢 正好是北京的早高峰 边衣警察呢 正在地铁站巡逻 那个时间段呢 地铁站的确实是人多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 着急忙慌的去上班 可是这小伙儿呢 好 他一大清早坐地铁玩了 他容易翻车 就这个两三站人居多 他在人多的情况下挤上去 完了再过两站呢 就是到宣伍门到西单 哎 这两站人少了 都吓人了 他也就不方便 他就掉头又坐车又回来 就在这个这几个站来回转 有的时候一天能翻四五趟 就这个早高峰的时候 那今天早上翻了几次 翻了 我们发现的不是已经是第二次了 就那么两三站路 这名男子翻来覆去的时候 就算针对坐地铁有特殊的爱好 那也没必要挑全天最挤的时候 而且还专门挑人多的这个站上车 这确实有点奇怪 也正是因为这一反常的举动 他一下子就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之中 警察暗中观察 而这名男子接下来的一个行为 更加增加了他的可疑性 早高峰的时候 哪个人不是看见车门就往里头冲 可是他不是 他一直在门口观望 他会选择目标 不着急上车 然后车在里面穿来穿去 不是赶草高峰 趁乱寻找目标 还四处游窜 这行为怎么听怎么都有点像小偷 可就在他站在这个门口 打量排队人群的时候 警察果断地否定了这个猜想 这个小偷是眼神一扫是一片 盯着人家都 对 居然从眼神里头看出了端倪 那这小伙子眼神里头有什么呀 警察说这名黑衣男子嘛 看人那是从上到下打量 是专挑女称和打量的 这个流氓的是一扫就是一条线 他从上下看一个人 他选择一个目标从上下一履 哎呀 听警察这用词哈 他管这名男子叫流氓 难不成他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地铁闲路手 还真是 警察的判断是对的 这名男子就是在寻找可以下手的女乘客 而就在这档车的乘客里头 他找到了一个满意的作案目标 在盯上这个穿红裙的那个女同志 他就不动了 他个儿高 穿的衣服也比较鲜艳 他觉得比较是他的心目中的目标 然后他就跟着呢 确定了这个目标之后 黑衣男子就紧贴着这位红裙女孩上了地铁 而这一切反常举动全都被警察捕捉到了 这些全都是典型的地铁闲竹手的一贯套路 我们几个都在一块 基本上一个眼神一交流 一看他这行为就 警察看到这个情况立刻就跟上了地铁 秘密观察这名黑衣男子的下一步行动 果然这名黑衣男子一上车呢 就迫不及待地下手了 据红裙女孩后来回忆 当时他第一时间就感到了不适 在从菜口上车 一下后边突然一下特别挤 就是往身上扑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因为我就是挺比较急嘛 一挤然后就说了一句挤什么呀 一般警惕心不重的人呢 大概会把这种举动理解为车厢里头太挤 磕磕碰碰 而这样的想法呢 也让很多的地铁四郎 有了得寸进尺的机会 红裙女孩第一时间 喝止了这名黑衣男子 说明他还是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的 可本以为黑衣男子会被吓得收手 没想到就收敛了一会儿 他就顾忌从尸了 然后他往后撤了一下 然后跟着就是车厢一晃动 然后他就踢得又很劲 我就觉得比较就是温度不太一样 这实在是太畅广了 三番两次这样 目的已经很明显了 还好警察早就暗中记录下了这一切 就在这名男子再次选择在人较少的西单站下车 准备寻找下一个猎物的时候 驯徒对他进去的逮捕 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看到的那个视频 这名男子姓朱 既然被抓了 也铁证如山 那就好好交代吧 可是这名男子被带回到派出所之后 居然还满嘴谎言 说自个儿是粗饭 只是一时的糊涂 希望警察能犯过他 可是经验丰富的警察 怎么可能这么好糊弄 一眼就拆穿了他的谎话 他是一个老手 因为从他的装束 说明他是一个老手 他是有胖而来的 居然从装束看出来的 那咱们就看看这名黑衣男子 穿的有什么特别的 上身是黑色T恤 下身是蓝色短裤 双肩包往前背 我们可能看不出什么异样 但是警察知道 这么宽松的装束 和刻意遮挡的大包 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小动作不容易被发现 再加上之前频繁倒车的情况 以及捕捉目标时候的那个快准狠的表情 统统都是老手的表现 对这样不知悔改的恶劣分子 警方必须得依法严惩 他属于那个自然管理处网法吻陷 然后处理的话 一般会新政拘留十天 拘留十天 只是让他暂时好好反省自己 更多的处罚可能会伴随他一生 比如按照规定 此类案件处理的结果 必须得告知家属 据了解朱某有妻子和孩子 不知道当他的至亲们听到这样的消息 会是怎样的失望 除此之外 如果单位找警察查询一下 朱某的这个下落的话 警方也必须得如实相告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单位招聘 需要做背景审查的时候 这个也可能就会成为 朱某的一个污点 朱某知道了这些后果之后 也感觉到了害怕 赶紧就坦白了一切 审讯的时候 自己支离包不住火了 也承认了 完了给自己赶紧找后路 这也别跟家里说 别通知单位 可是法不容行 所有的苦苦哀求都是徒劳 早至今日何必当初 来回顾今天这个案子 好像警方对于地铁色狼 这个群体十分了解 而且打击力度也很大 为什么警方在这方面 会如此敏感呢 这是因为这起案件 正是北京市公安局 针对夏季地铁色狼 频繁出没的一个专项打击 代号就叫猎狼行动 警方认为 这些地铁色狼 到了不得不抓的时候了 你如果放任 你不管他 那是 变本加厉 越来越多 这些地铁色狼 不但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情节还越来越严重 在他们处理过的 大量相关案件之后 今天朱某的过分行为 居然还真的 算是情节比较轻的 有一些人 已经不仅仅是 打擦边球的 这个身体触碰了 在2017年 猎狼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 警方对这些地铁色狼的特征 把握的也不是十分准确 但是依旧对警情 比较突出的几个站点 进行了主动出击 便衣警察们上车之后 色狼混在正常乘客中间 根本无法分辨 当时只能先观察一些 女性乘客的表情 可是一观察就发现 还真有不对劲的了 一个姑娘穿白上衣的 就这姑娘 她表情十分无助 仔细一看 一名黑衣男子 正紧贴着她 而警方上前抓捕的时候 那场面还真是有点尴尬了 别动 别动 拉链开 除了这些猥亵行为 一些色狼还会伴随着偷拍视频等行为 这些行为一样都逃不过警方的实现 用手啊或者身体的一些部位 去触碰女乘客的一些敏感部位 这种情况还通常伴随了 和其他两位的这种案件的共同发生 比如说我既触碰了别人的身体了 我自己也裸露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还用手机去拍了人家的群体 有的时候是这个几个情况是综合下来的 然后这种情况呢 我们的处理力度也比较大 会按照他这个多种的违法行为合并执行 拘留的也是最上限 最长能到20天 警方在努力的从严处罚 可是您知道吗 能被处罚的都是警察在地点上抓了现行的 还有很多藏在阴暗的角落里 抱团生存 甚至很有可能以上两起案件的这违法人员 他们认识 而且在一个群里头 还很有可能交流过这万金链 这是不是让人不寒而栗 这些人到底是谁呀 又是怎么聚在一块的呀 该怎么把他们一网打尽呢 欢迎大家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呢 目前正在手机将细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地铁色狼数量之多 令许多女性深受其害 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 他们不但数量多 而且还是一个抱团的群体 俗称顶足 警方在被抓获的几个 涉嫌猥亵的违法人员的手机里头 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每个违法人员的手机里都有好多个 关于顶足的QQQ群和微信群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些人发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其他的同类 这就迅速抱团 这些群在网络上裂变传播 队伍的壮达速度惊人 每个群通常都是上百号人聚集 这么多人愿意混群到底是为什么呀 从他们的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 他们完全不以这种行为为实 反而还有点光荣 疯狂的分享彼此偷拍来的视频 以此来炫耀自己 这种激情的快乐实在是让常人无法理解 你说这些人正常吗 要我说也都不属于正常人群体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交流作案地点和侵害目标 比如哪些站点比较容易下手 哪类目标比较容易得手 他们每天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都花费在了这些所谓的经验分享里头 你可能会想这些人真的有这么闲吗 难道就没点正事做 在你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他们也开工 这个就是他们的正事 早高峰几地铁上班的过程中 大家都比较着急上班 而且那么几的地铁里边 肯定是要发生肢体碰撞的 很多人麻痹大意了 我们常说清晨把自己叫醒的 不是闹钟而是梦想 就在大家都在为了生活 为了梦想去奋斗的时候 清晨把他们叫醒的 居然是如此猥琐的任务 甚至还大张旗鼓的集体去完成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人的法律意识的淡泊 难以确定的是 这些人是否还有廉耻之心的存在 还好有警方出手 才能把一匹匹狼 从拥挤的车厢当中 从大家干净的生活当中揪出来 在大家都在唾弃他们行为的时候 可他们呢 居然纷纷喊冤 他们说不是自己不想改 而是因为这是一种病 很难治 这是一种心 心病 心隐 对 心隐 他们的意思是 这就像看书上瘾 玩游戏上瘾一样 是一种心灵寄托和依赖 不过我们还是要建议他们 不要玷污了这两个词 因为经过调查 这些人往往都是 现实生活当中懦弱 无力抵抗生活压力的人 他们在工作社交方面 没有得到成就感 又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排解方式 却在拥挤的车厢里面找到了快感 与其说是对猥亵这个行为上瘾 不如说他们是对侵犯弱势得首后的 所谓的成就感上瘾而已 有时候没有女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朋友很少 对呀 或者单位公共的压力大了呀 然后这种压力 然后导致了没有地方发泄 然后受不良的心情的影响 一次两次就感觉很刺激 慢慢就成瘾了 这种行为真的改不掉吗 其实真正要想根治的话 解药还在他们自己的手上 这些人多数是基本上是可以改掉 但是那种成瘾的 他们本身就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有些人没有女朋友 没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本身就没有 所以才会导致了一种 自己畸形的心理和行为 相关人士也指出 仅仅是通过行政拘留来管束几天 那是很难达到实质性效果的 要矫正这种畸形的心理和行为 除了他们自身需要做出努力 这类的环境也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种不良的性心理有可能成瘾 所以对这类人可能光是做一些治安处罚 行政拘留可能是不足够的 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一些矫枝 但是在对这些不良心理的矫枝方面 空白点是比较多的 基本上这些人在被释放之后 没有可靠的渠道途径 去获得一些心理上 医学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专业的 一些支持和帮助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投入一些资源 社会帮助这一群体来调整心理健康 拥抱新生活 警方走进地铁主动出击 打击违法行为 还有一个群体是不是也可以站出来发发声呢 其实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些地铁色狼们往往喜欢胆小怕事的女性 而这一点在他们的QQ群里头 也被当作经验来分享 再回想刚刚两个十分典型的案件 虽然红群女孩大声呵斥着猪猫 但如果没有警方的暗中保护 红群女孩还会用更多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吗 第二个案件当中呢 白衣女孩很明显只是表情痛苦 选择忍气吞声 为什么这些女孩会选择 用类似的方式来回击这些伤害呢 因为毕竟一个姑娘家家的 在地铁上这种 你贸然一说没有证据 也有可能会 也有人会不会信的 就怕惹麻烦 对 红群女孩说的话实在是令人可惜 也让人心痛 其实这种心态 在女性群体当中是很普遍的 大家羞愉开口 怕惹麻烦 而正因为如此 这就很可能助长了这些地铁色狼的嚣张气焰 您能想象吗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刚刚下地铁的女孩 许多女性自己或者身边的人都亲身经历过这样的骚扰 是在那个就是地铁门开的一瞬间 然后是那个碰了一下我的铺铺 然后跑掉了 我自己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朋友有遇到过 然后就是被一个男生摸了屁股 然后就是当时他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设想起来 然后就是还蛮委屈的 回到教授的时候就哭了 从采访当中可以得知 大部分的女孩都没有选择反抗 但是是不是不报警 不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等色狼离开了 真的就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吗 其实并不是的 很多女孩表示 在地点上被侵犯所带来的伤害 很有可能伴随终生 可能对我实质性的伤害并没有太多 但是这种心理上的伤害会持续很久 还是有很多女孩子会选择不声张 但是不代表他们心里就会 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过去 能抓到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吸引自己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解脱 现在我很讨厌就是陌生人 哪怕在地铁上就是没站过 大家不小心就是碰了一下 我也感觉很难受 非常多难受 这种难受也许是 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的 可能有些女孩选择不报警 是因为觉得一来没有证据 不好报案 二来地铁上人流密集 无从抓捕 所以就索性稀释宁人 可是这种顾虑完全没有必要 女性朋友们还是要学会 用合理的手段来保护自己 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安部门 都在展开类似北京公安这样大规模的 猎狼行动来捍卫女性的尊严 保障女性的权益 打击地铁色狼的决心已经被看到 最后呢 想用前一站的深圳公安公布的地铁色狼抓捕计划的时候 曾经让无数女生感到暖心的一句话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那就是 女孩们 世上的小裙子 你们尽管去穿 地铁上的色狼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的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加一台客户端 好各位观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